韓台日交流協会会长大乔光夫 隔空握手 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一仁 出席台日经贸会议 何时到底要不要解禁 日方不再拐弯抹角 不可气直接切入重点 日本百名要台湾吞福岛食品 会议前一天 日媒更率先放消息 台湾即将解禁福岛食品 时辰会在今年1月到3月 何时议题 无疑成蔡政府无可回避的压力 不能说是压力的 也一直跟日方说明 就是说我们会以保护国人健康为原则 有时间表会不会谈也不知道 因为这个还要再去磋商 即使谈了到底要谈多久 才会有结果也不知道 一些科学的停工 大概也都会陆续的再看看是如何 民运人都看得出来 这场台日会议似乎已经明白预告 辅导五线是食品后关的未来 我有狂酸 所以之后要吃莱猪配核食吗 莱猪核食之后 杀一个又要吞什么 民党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执政党 现在他们是大了 这个他们就要 硬要吃我们核材食品 台湾人的性命 不可以用任何的政治利益来交换 总统跟民党不要再把台湾人的食品安全 作为一个交换的条件 莱猪公投财刚过 日本核灾区食品后关警觉在后 执政者的政治大戏 会不会尊重民意 还是只顺着日本哥哥的意 全民等着看下去 这张照片 李璇 台北报道 本集完